今天我们去的这一家是一家潮州菜 名字叫文歌潮亭粥皮 我之所以知道它是潮州菜 是因为我看它的店名知道它是潮州菜 我除了知道潮汕牛肉火锅的潮州菜之外 我去一家店是吃不出它是不是潮州菜 英文名叫porridge and thin 这家店没有我之前说的那些店那么火 我去了这么多次从来没有排过队 但是他们家的味道很好 属于我家外卖清单里头部系列不对 先来推荐一道我的最爱 我朋友都知道一般我去粤菜馆 必点小炒黄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只要是我去过的湾区的粤菜馆 我一定吃过他们家的小炒黄 小炒黄的主要特点就是随便炒 每一家菜的配料都不一样 食材比较灵活广泛 但口味一般都是咸鲜为主 有白汁的也有酱汁的 但最重要的是它炒制的时候 火力要忙 要呛出所谓的锅气 这样才会香气十足 我觉得这一家的小炒黄 我可以称之为我吃过湾区所有粤菜馆家的 湾区第一小炒黄 他们家的配料就是花生米 鱿鱼 虾米干小银鱼干和韭菜花 因为都是晒干的海鲜嘛 所以它的海味会更加的浓郁 然后再搭配上这个韭菜花 咸鲜适中 尤其是他们家 你看这一上来 这一口锅气 就知道肯定是最正宗的 第二个 他们家的招牌虾蟹粥 我们刚开始点它的粥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写了招牌二字 既然叫招牌 那肯定是他们家的招牌菜 我吃完之后最大的感觉就是 它的料特别的足 虾都是超大的整只虾 就非常明显的会有蟹肉和蟹壳 飘在那个粥里 一眼就能看到它的虾蟹量很大 我个人特别喜欢他们家的配菜 梅干菜 小咸菜 还有一些葱 我觉得这三个配料 才是这家粥的精华 就是通过他们这些配料 才能把这个海鲜粥味道 衬托得更加的完美 一口喝下去 都是那种游在大海里的感觉 另外建议大家在吃粥的时候 可以放一些白胡椒粉 这是一种非常广州本土的吃粥方法 第三个 煎豪仔 我感觉是属于沿海地区的特色小吃 鸡蛋液配上海粒子 煎成蛋饼 中间非常明显的有很大颗的生蚝 可能比较符合广东人的口味吧 一般同区的广东朋友们都还觉得不错 我个人觉得太腥 吃一口我能挤出两滴眼泪来 每次看到广东人吃的那么香 就会觉得说 可能我上次没有体会到它的鲜美 我这次再试一次 但是每次吃完我都后悔 我就觉得天哪 我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 如果是没试过的好奇心人 强烈建议你去打卡 这期就到这里了 下一期见 拜拜